今天咱们聊聊争议很大的海南黄花梨紫油梨 很多人问说什么是紫油梨 其实很简单 严格意去定义紫油梨就是底色表现是紫色的海南黄花梨油梨 但是这个定义现在就有很多争议 咱们对比看翡翠 翡翠的紫就是紫 绿就是绿 但是在看这个黄花梨市场 各种商家各种直播间都在卖紫油梨 说到实物后您平心而论 它真的是紫色吗 99%它都不是紫色 海黄的紫油梨更多呈现的是红棕色 红褐色 甚至颜色更深的深棕褐色 那这些底色不带紫 它能算得上紫油梨吗 我以前特别较真 很多朋友思现 问说手里的紫油梨到底对不对 我都会否定 因为这不带紫只能叫做老油梨 但是现在这个思想确实转变了 包括之前也翻到08年09年 那时候的发的帖子和别人的讨论 那时候就有紫油梨这个称呼了 但当时大家认为的紫油梨 也是这种棕褐色底色为主的料子 当然也是有紫色表现非常明显的料子 我之前做过几只毛笔 料子底色表现的就是非常明显的紫色 那就是很标准的紫油梨 但是还有一个关键问题 木质是有抛光变化和氧化变化的 很多原料看着颜色很紫 抛光之后颜色就会退一些 就没有什么紫色的痕迹了 也有的料子呢 刚做出来颜色很艳丽 带点紫 但是氧化几个月 盘满几个月 颜色就变成深宗褐色 甚至黑色了 所以说现在行业内对紫油梨的定义 其实就没有那么严格了 底色表现很深的这种油梨老料 而且纹理呢 又是清晰舒展的 那这种料子就可以算得上紫油梨了 OK 今天跟大家聊到这 关注我 了解更多文化收藏知识 木屿沈香 拜拜